美軍證實,日前在核動力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降落失敗的F-35C隱形戰機墜落南海 美國第七艦隊發言人說,美軍一架F-35C隱形戰機星期一降落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時撞向甲板失事墜落南海,只安排打撓戰機 事件造成7個美軍人員受傷,飛行員及時彈射逃生 卡爾文森號和林肯號戰鬥局早前完成與日本的聯合演習後,星期日由沖繩以南水域轉抵南海 暗盟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訴訟,指責中國對立陶縣貿易施壓 在北京,外交部回應說,中方一貫按照世貿組織規則行事 所謂中國協逼立陶縣純屬無中生有顛倒黑白 緊急糾正錯誤,不要甘當台獨分裂勢力和反華勢力的棋子 立陶宛應該回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確軌道上來 我們也提醒歐盟方面明辨是非,警惕立陶宛,綁架中歐關係的企圖 勸導立陶宛和歐盟其他成員國一樣,履行和中國建交史所做的政治承諾 農曆新年快到,神舟13號三個航天員在太空站向民眾恭賀新春 神舟13號在去年10月升空,三個航天員在太空站向民眾恭賀新春 並在太空站過新年,他們除了在舱內掛上輝春,也特別拍片向民眾傳達祝福 三個人在農曆新年之前進行針對下肢肌肉的超聲波檢查 指令長澤志剛先為葉光庫檢查,再到黃亚萍 除了定期做身體檢查,三位航天員也會利用充電式月位磁擊裝置 針對不同的部位治療,創下中國航天多項紀錄的黃亚萍 也再次打破紀錄,成為中國載軌時間最長的航天員 超越涅海性的111日紀錄 美國海軍近日首次承認,去年有驅逐艦對解放軍航母遼寧艦 抵襟偵襲系故意的戰術 也有報導說,美國有可能在北京冬奧期間在中國周邊軍事演習 在北京國防部說解放軍已經準備好應對 中國軍隊對外部挑釁、突發事件是有充分準備的 關於美方承認馬斯廷號是故意的抵禁偵程 中方並不覺得意外,事實本就如此 但令人震驚的是,美方對這種軍事挑釁行動 不但不以為恥,反而以為榮 這種大權綜合症和認知障礙症 確實到了該好好治一治的時候 另外被問到有專家認為 美國和日本正是將台海政策向實粗化推進 國防部說美日兩國試圖介入台灣問題是危險的動向 重新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上 解放軍決心和意志堅定 能力手段不斷增強 強調炒作台海議題是助長民進黨當局謀毒企業 北京冬奧的中國體育代表團正式成立 包括176名運動員 以及教練、領隊、工作人員等合共387人 是中國歷來參賽規模最大的一屆冬奧 中國隊今屆獲得104個小項 一共194個席位的參賽資格 目標是爭取刷新力界冬奧最好成績 同時展現良好風範 達致代表團興奮劑零問題 和堅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美軍證實 日前在核動力航母卡爾文森號降落失敗的 F-35C隱形戰機墜落南海 美國第七艦隊發言人表示 美軍一架F-35C隱形戰機 星期一降落航母卡爾文森號時 撞向甲板失事 墜落南海 只是安排打撓戰機 事件造成7名美軍人員受傷 飛行員及時彈射逃生 卡爾文森號和林肯號戰鬥群 早前完成與日本的聯合演習之後 星期日由沖繩以南水域轉抵南海 路透社引述傳媒消息說 擔心那個戰機可能會落入中國手中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沒有興趣 我也注意到 這已經不是美國第一次 在南海發生事故了 前一段有潛艇撞了山 他們還沒有說清楚 這次呢 他們的航母艦載機 又發生了事故 他們的航母艦載機 沒有興趣 我們奉勸有關國家 多做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的事 而不是動輒在本地區炫耀武力 國家法改委等部門公布多項新措施 推動深圳、香港、澳門互聯互通 國家法改委聯同商務部、廣東省、深圳市等 研究制定24條深圳市場准入的特別措施 涵蓋科技、金融、醫療等六大領域 其中有多條措施涉及港澳 進一步推動深港澳互聯互通 包括推動深港澳保險市場互聯互通 防寬香港醫藥准入限制 防寬子弟學校市場准入 探索粵港澳空域協同管理 優化郵輪遊艇行業准入環境 防寬通訊行業准入限制 以及視點跨境資料安全管理等 我們昨日新增25宗新冠病毒本土降臨 北京持續有人確診 湖北省將北京西站列為管控區域 有人從那個站搭高鐵回鄉下之後 被要求隔離近一個月 沒辦法出去拜年 新增5宗個案的北京 疫情繼續集中在風台區 多人從事冷鏈貨運工作 河北就有4名由北京返鄉的人士確診 由於風台區近有多個範圍 被列為中高風險地區 位於區內的北京西站 被湖北省列為管控區 有乘客近日由北京西站搭高鐵 翻回家鄉移窗之後 需要接受14天的集中隔離 和14天的居家隔離 意味整個春節假期都不可以出去拜年 而內地傳媒報導 有不少打算回湖北過年的人 都取消了火車飛轉搭飛機 但是多名經北京西站發回其他省市 的民眾就說未接獲到隔離通知 其他個案還包括浙江杭州陸中 浙江區已經展開傳媒檢測 而星期二報告的確診個案 當局說經病毒基因排序 發現帶Omicron變種病毒 最列同外國樣本高度同源 至於上海早前確診的機場員工 他的太太也證實確診 當局通報 經時疾控中心的基因排序 確認病例帶Omicron病毒 不排除是境外輸入個案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 歐盟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訴訟 說中國對立陶宛貿易施壓 間接削弱歐洲單一市場 中方就表示 一貫按照世貿的規則行事 說所謂中國脅迫立陶宛 純屬無中生有顛倒黑白 歐盟星期四宣布已經正式啟動程序 向世界貿易組織指控中國對立陶宛 施以歧視性的貿易行為 違反世貿規則 包括在上個月1日起 立陶宛貨品沒有辦法通過 中國海關的檢查入境 立陶宛的中國訂單被取消 中方也削減對立陶宛的出口 另外又說中方向其他國家的企業施壓 要求他們放棄使用立陶宛的原材料 根據中國海關的數據顯示 上個月中國和立陶宛的貿易額 按年大跌超過九成 立陶宛外交部說已經掌握了強烈證據 能夠向世貿證明中方有系統感違反國際貿易規定 外長蘭茨貝吉斯形容 歐盟的行動清楚告訴中國 歐盟不會容忍出於政治原因的經濟脅迫行為 在北京 外交部說中方一貫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行事 發言人敦促立陶宛立即糾正錯誤 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確軌道 又呼籲歐盟圈到立陶宛履行 與中國建交的時候所作的政治承諾 中國和立陶宛的關係跌入低谷 源於立陶宛容許台灣在當地設立代表處 歐盟就說這個爭議可以從外交途徑解決 並正是提供相關的協助 無線電視記者曾為準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 無線電視記者